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喬 我現在在玩的遊戲是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那上一集呢我們跑到了文特島上面的 這個島的角角 然後我發現這邊有一隻 Lumi 射泥 然後他就會往洞窟的洞口跑 我們大概看一下是在那個位置 那我們先撿這裡的水之果 那我們就走過去他的那個洞窟洞口 這裡以前有隻萊尼爾 現在沒有了 那我們就發現新的洞口 這個是塔姆海角的洞窟 有水的聲音 還有螃蟹 克洛格的葉子 這裡有很多水 大蛋黃 上去 這個好像是以後支線任務要來的地方 看一下我的 藍圖 我之前好像有坐船 這燒包位太大 我們用這個好了 我們用這個好了 直接用MK2飛過 欸欸欸撞撞撞撞撞 撞到了 操作 我們往下面飛 就碰到了 飛太高了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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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掉到水裡 往方向了 直接游過去好了 這螃蟹我有排過 有 先拿一下東西再進去 進去囉 這裡也是老魯的祝福 哇 一樣有鑽石耶 來 調查 祝福之光 那我們要來找一下這裡的摩油衣 先看這邊 還有沒有入口 我們變成開船好了 那我拿 兩個風扇 還有一個操縱桿 然後用藍圖功能做 一艘船 好 上來 這邊 水下去之後就要先停 然後水上升之後我們可以繼續往前 然後這裡有個寶箱 把它吸起來 拿一下 裡面有騎士盾 就把... 爛盾牌換掉 掉 好 這裡是不是有個石頭 喔 這不是 這是柱子 哇 我們的船沒有霸移動方向 欸 我的零刻怎麼又下水了 有... 趁掌槽的時候繼續往前 這裡有摩油衣嗎 欸 我幹嘛看到卡在這上面 這裡有個洞口 有岩石可以炸開 那摩油衣應該在那裡面 直接游過去好了 等水... 升上去 馬上就看到魔油衣 欸 我還沒上來耶 魔油衣的遺失物 就是他口水 那我們這個洞窟就也解開了 這個是我上次標記天空的山調 那我們再來前往這個神廟 這神廟上次好像說從空中下來會比較快 那我們就傳送回來 克瑪瑪伊諾神廟 這裡還有個方塊魔像 我們直接從這邊飛下去 然後我們可以換成滑翔服 跟滑翔面罩 我們就朝粉紅色的途徑過去 我們就朝粉紅色的途徑過去 這裡有硬化樹 還有個愛心 那我們先來這裡好了 我們可以幫櫻花樹做一個標記 我之前櫻花樹是用什麼標記 有用嗎? 我用一個愛心好了 這裡有一個裂開了星星的圖案 這裡有一個裂開了星星的圖案 還有一個平板車 那我們繼續往神廟出發 這裂開了 這裡有一個空的空間 這裡有看到風車 一直分心 我們來設這裡的 改用速設的這個 會不會太遠 會 那我們就搭配 蝙蝠的翅膀 太遠的話就是這樣射 好 射完之後就 拿到克洛格果實 再見 那我們就抵達了哈特諾村 那我們下一集再來解 這個扎恩米卡卡神廟 那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的影片按個讚 那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囉 喔